我們這裡試著做幾個立體 就是三重積分的立體 那在這裡我們是要在一個 第一向線的空間裡面算圖A 這一塊藍色區域的體積 那這個區域其實是被六個平面 五個平面包圍的 第一個是x等於0 不是x等於0 y等於2x這個平面 y等於2x這個平面 然後還有z等於0這個平面 底下這一塊 然後y等於0這個平面 還有x等於3 然後還有一塊是 這個弧形的這一塊 z等於1-y平方這個面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全部要積的範圍 就是我們要求體積的話 我們就是把所有積分的範圍 寫出來 這是我們求體積的式子 那它積分的範圍我們剛剛介紹過了 所以 我們看 第一個我們先從底下這張圖 找出我們在 xy平面上要積分的範圍 這個範圍我們用 前面講類似type2的這種做法比較好做 就是 常數的部分 我們以y的範圍來做 積分我們常數的部分 那 x的上下界 用這兩個邊 來積 也就是 這個斜邊 其實就是y等於2x這個邊 推過來的 所以它其實是等於x等於2分之y 那 這個是我們y的積分範圍 不是x加積分範圍 y的積分範圍的話 就是在上下這兩個常數 y等於0和y等於1的地方 所以我們積分 先從積分 y先要從0 積到1 那x的話 要從 2分之y 積到3 然後再來我們看 z的部分 z的部分 要從底下 這一個面 底下這個面是z等於0 積到上面這個弧面 這是我們z的變化的範圍 上面這個弧面 z等於1-y平方 1-y平方 然後 d z d y dx 那我們先把 z的這部分算出來一下 y等於0到1 x等於2分之y到3 z的部分 1-y平方 dy dx 然後再等於 y等於0到1 x -y平方 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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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3 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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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得到答案 直接算是8分之15 总之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积分范围的边界都找清楚之后 那另外要注意就是说 并不是直接积就是我们的这个边界找到 就直接把这个常数带进去 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基本范围会变成一个立方体的空间 一个立方体的空间 这样是不对的 这个因为我们这是有形状的 要把这个形状把它描述出来 像这个斜边还有这个弧线 都要把它准确地把它写出来 才会是得到我们最后的结果 那另外一个例子是在这个 圆柱坐标 圆柱坐标上面的例子 那它的这几个包围这个空间的这几个面 它是积分在X等于0这一个面 然后还有Y等于0这个面 然后Z等于E这个面 另外底下这个斜边是Z等于R 也就是Z等于X平方加Y平方这个面 那我们积分的这个式子是R等于R 这个积分的对象是长这样的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要积分的式子R是积分Rz 我们要积分的话在圆柱坐标的话 我们要注意说因为我们积分要积分体积 所以这个体积这个V要把它换成三个长度的相乘 所以我们在算的时候必须要 我们先把这个范围把它标出来 我们的X和Y的话 我们用θ,R和Z 来表示这个范围 我们先看底下这个平面的范围 它是θ是从0到2π转的90度 那我的半径是0到1 半径等于1 那再来是我的Z的范围 Z的范围是从底下这个弧面到上面这个平面 所以我们这个底下平面是Z等于R到Z等于1 那积分我的R 那我们要三个长度的话 第一个我们先抵Z 抵Z没有问题 因为抵Z是长度 然后再来是对R抵R也没有问题 那θ的话它是角度 所以我们不能直接写抵θ 要乘上R它才会是长度 所以我们之后要算的时候必须要算这样 那积分把它写完整 θ等于0到2π R等于0到1 Z等于R到1 这个R乘出来变成R平方 DZ DR Dθ 那这个接下来就算要算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就可以直接算了 所以 最后算出来结果会是24分子π 这个就是三重积分 其实没有什么太特别的 就只是边界找清楚 那积分的对象弄清楚 那应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像这里 这因为是圆柱坐标 所以 要把它的体积 三重积分 变成是 都是长度 那如果是 球面坐标的话 那 我们的三个单位分别是Rho 还有 Phi 和 θ 那 Dro 是长度 Phi 要变成长度的话 Phi 要变成长度的话 要乘到Rho乘上Dphi 那 θ 变成长度的话 是Rho乘上Sine Phi 乘到Dθ 这个是 我们算体积 就算三重积分的时候 最后要加上的部分